不是说病毒它有多么的可怕 其实主要还是它设施不太够 它的储备啊 医疗的这些硬价设施 它储备不够 比如说氧气啊 对啊 医院的床位啊 这些如果是真正的供给 如果是充足的话 它不会死那么多人的 这两年待的实在是太无聊了 孩子们还是一直在上网课 这网课已经是上了差不多能有 一年半 整整一年半 对对 嗯 差不多我这边也是 也就是两个月前才开始 那个恢复半天到学校去 上午还是网课 然后下午有两个小时去学校 可能要到暑假下下个学期才开始 就会全面的那个 嗯 是 也希望印度这边的学校 早日能够正常开放 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 学校已经有通知了 就是尤其是年底的时候 每个学校都收到通知了 就是说学校要开课了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疫情不是很严重了 嗯 嗯 然后我们也都开始外出了 然后学校也准备开课了 嗯 但是后来又赶上排灯节 后来又是 三月底四月份的时候 开始真正的就是呃 政府那边宣布lockdown 其实lockdown已经从三四月份开始也是差不多有呃 小半年的时间基本上没有外出的商场也没有开 哦 然后就是十二月份圣诞节之前才开始商场呃 呃恢复正常商场就关了这么久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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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吗 就是对商场是商场是不可以营业的除了超市 所以我们只能 哦 ok哦你说的是shopping mall 大大型的 shopping mall 对 超市生活用品的还是开的 对对 超市一直都有的 然后呃也有 呃网购 现在很多超市也都是生活上门的 是现在就是变得就网购特别方便了 大家都习惯了 对 各种东西 对 梦买这边其实还好 嗯 其实生活上来说对我们影响还不是特别的大 嗯 因为物资的话还都是挺充足的 我我的朋友们会问我啊哎呀怎么样啊 嗯 能不能买到吃的呀 然后口罩够不够啊什么的防护的物资缺不缺 需要需要不需要从国内寄过去啊 其实我说梦买还好 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缺 然后也都生活也还是正常 对 这个大家都特别担心 就是大家一波一波各个地基本上都经历过一次之后 就大家都还是有点了解 就物资方面一开始会恐慌一下 然后会囤一些东西 总体来说都还还行 确实是和第一波比起来第二波确实大家都特别感觉特别恐 第一波的时候其实主要是老人感染的比较多 然后还有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本来就有身体疾病的这些人感染的比较多 但是这一波就是中年人 很多中年人都感染了 所以说就是 对所以说感觉就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印度 如果是从全印来看其实最严重的就是德里 病毒他有多么的可怕 其实主要还是他设施不太够 他的储备啊医疗的这些硬价设施 他储备不够 比如说氧气啊 嗯 对啊医院的床位啊 这些如果是真真正的供给 如果是充足的话 他不会死那么多人的 嗯 对 主要就是突发嘛 就是突然短期会病例比较多的时候 就好像去年纽约呃那段时间也是特别 感觉特别严重啊 不是那个呼吸机不够吗 就特别紧张 对 他他也是政府这边放松警惕了 嗯 然后也没有准备 为第二波就是真正的就是防疫啊 什么的 没有准备 美国的话刚好赶上了这几个月 把疫苗啊各方面赶了一步 我觉得如果没有的话 估计也会有一波 再有就是第一波的时候啊 其实大家都在说印度是不是全民免疫 全民免疫 其实我觉得如果没有第二波 印度真的是基本上是全 全民免疫成功了 嗯 但是对 但是后来的英国的病毒的变异病毒的传入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主要的问题 美国最难一爆发之后 我第一个觉得会下个会比较恐怖的就是印度 但其实还是隔了蛮久才印度才起来嘛 因为印度就是最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设施啊 可能一下出发的时候不不够 然后关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平民还是太多了 平民窟啊那边的话真的是我觉得是会是比较最麻烦的地方 嗯是的 但是我们也经常会调侃就是说为什么呃这些那个用人啊保姆啊 他们很少吗 对很少他们即使感染了也就是很快的恢复了 真的 所以所以确实是 应该还是他们免疫力更强啊 就是你越注意就越经经不起这个病毒的那个情绪 对我们有时候也会开玩笑的时候是人家呃每天的呃做的呃劳动量比较大 然后做呃对然后身体身体状况比较好 然后平时也就跟各种病毒在共存 对对本身也是经常会生病然后他自身的免疫可能真的是比我们好 嗯那你们现在还会请呃这些打扫卫生啊或者说一些佣人还会请吗 第一波的时候印度政府会明定的就是明令的禁止就是说不允许佣人就是做工了家里不允许了 然后小区也是不让他们进了 哦所以那些人就很多就回老家了是吗 对对对对他就是没有生活来源了 嗯就基本的生活来源就没有了 但是这一波第二波没有政府没有下令 就是说呃还是照常来做工的 但是我们已经很早就停掉了 嗯去年因为还是对对 因为他们就是属于比较大的一波流动人口 他们一天的话一个上午去好多家 嗯对十到八家都不止 嗯一家差不多呃三十分钟四十分钟嗯这样打扫 所以他们呃还是比较危险的嗯会带这种病毒 嗯所以现在就是等于说允许但是呢 呃大数多数人都不太请了都自己干了 然后呃少数可能还有少数家还会请 对还会的但是我们也会如果是跟呃他们说就是不要来了 但是我们还是会给他们发半个月的工资 对当时也是蛮多回去了应该是吧 对尤其是孟买这边孟买这边的 老屋的呃这些物工还是一大部分 嗯特别多嗯嗯他们有很多就是回老家了 嗯这这第二波也是他们也都是回老家 你住的那边是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嘛 就说一个是没有那么人口没有那么密集啊 然后嗯各方面的环境比较好 是不是你的周围感觉都还挺没有没有 没有什么感觉不好的地方吗 还是说还也会能 嗯对就是呃我身边呢很少就是听到病危的 嗯呃呃死亡的就是最近有有个别的就是朋友的 就是朋友的朋友 就是老母亲的父母亲年龄比较大的有 嗯对年龄比较大的有 嗯然后不是很多 大部分都是感染了然后呃就是治愈了 嗯过几天就对有住院的然后就出院了 嗯就说还是 所以在孟买的话应该是在,就孟买那边,会比较,平民窟比较多的地方会,就说疫情差一点吧。 那个时候是第一,第一波的时候,第一波的时候那个达拉维那边的平民窟,然后对感染的会比较多。 但是我第二波就是现在的话,现在的话我基本上好像看不到新闻报道的,就是平民窟那边的数据。 真的还是变得那个富人,就是中产女生,生活还比较优越的人,反而有是吧,有中产。 我前两天不是采访另外一个朋友吗?他也说的这个问题跟你说的是一样的,也是说就是袭击到这个不是那个穷人了。 嗯,其实穷人这边可能是他也是自己也就不检测了,他可能也不会去。 对,好多人也不知道了啊。 对,也不知道。 染了,然后又好了,或者染了出了什么事情,可能也没有被报上去,也不知道。 对,对,那边就是基本上也不会去给你检测。 嗯。 嗯。 但是我们现在小区这边已经都开始,就集中的报名,就是为下一波打疫苗做准备,已经开始登记了。 嗯。 对,虽然说现在疫苗还是紧缺,但是已经开始已经开始登记了。 因为前段时间是65岁以上的老人,然后之后是45岁45岁,然后现在是18岁到44岁人群。 嗯。 所以说你说等于说前面是65岁,然后再到40几岁,这个都已经基本上打完了吗? 他们基本都已经就是也是自愿的,但是但是前两波是呃免费的,就是都都是政府免费提供的。 嗯。 然后现在开始打的疫苗,就是你有选择,你可以去公立医院打免费的疫苗。 你也可以去私立医院,然后呃,疫苗应该是850卢比,差不多。 哦。 不到100元钱。 这个公立的和私立自己选择的是不一样的疫苗吗? 都有。 呃。 但你公立是没有选择吧? 公立是不可以选择的,就是你赶赶上了哪一个疫苗,你就给你注射哪一个疫苗。 那公立的是基本上是什么样的什么公司的疫苗? 呃,现在印度的就是基本上就是两种。 呃,应该一种是印度本土的,还有一种是英国的和英和英国合资的。 嗯,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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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个制药还是很厉害的 应该都是 对但是现在但是现在疫苗 确实是他这个呃对短缺 所以说呃你要是如果是真普及的话 还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 嗯嗯但是大家现在都也都想打疫苗 因为毕竟打了疫苗 他肯定是高危的几率就会比较小 嗯就死亡率会比较小 嗯那个呃前段时间不是那个 普纳的那个什么 扑呃什么扑里 呃哇哇是那个那个那个什么 呃疫苗公司的那个CEO 他说压力太大了 呃跑到英国去了吗你有听到那个消息吗 没有了哈哈没有 最近就是我也是哎呀不太 对就是当地当地人反而就不太呃呃 有些新闻就不会去太在意 还是反正自己的生活该怎么过怎么过 外面反而就是 呵呵就是这样的 今天我老公还说呢就说哎呀嗯 少看一些微信不要在那个群里去聊会影响你自己的情绪 然后你也会有压力 对对 现在真的是哪里都哪里人都不太看了 我觉得呃一开始去年年初的时候啊那每天那种就是呃 几十个一百个病例的时候你都啊每天在看变化 再看看看对到现在再多的也也也麻木了 对有的时候就是会看了这些报道 会有就是莫名的压力 有的时候就是嗓子痛啊或是身体哪里痛啊 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已经感染了 平民窟里面的那些人的话 他们也是这样一样这样排那个疫苗吗 也是公立医院可以去打按照年龄啊这些 应该是都可以的应该是可以的呃 他们也可以去公立医院打疫苗的嗯嗯 公立医院都可以但是现在就是疫苗短缺吗 大家而且而且我们而且我们需要在呃 网上去注册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去报名 嗯对对他们 他们肯定是没有没有条件去对去网上 他就相对被动一点吧应该是就需要 那个政府有人去那边登记啊或者 集中的集中注射一下 听到这些我也挺放心也挺开心 然后就是说希望他很快就过去了 这样大家都能够回复 对对现在就等着这一波 然后现在其实莫买的数据已经每天在下 下降了哦所以说呃就是也会让人觉得会有些欣慰 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真的就是开始基本上正常生活了 嗯呃像孟买的一家也开业了 嗯然后呃我们还去周边去出游了就是短程的出游了 所以就觉得哎呀好像呃越来越好了嗯 然后还在等着航班马上的去呃开通 然后我们都可以出去旅行了 嗯现在航班是有一些是开的是吧 就多数是不开 但是近期的话呃好多航班已经停了 又又停了对前段时间是都开通了嗯啊对那现在又就是呃因为疫情这边印度太严重了嘛嗯所以其他国家的话呃呃对他也没有办法他就只能把这些航班又又停掉了 现在真的就是不是一个国家的就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真的是全世界的面临的问题 嗯如果一个国家的疫情控制不好的话 嗯就是真的没办法自由自在的生活